每当SAT机考的成绩出来之后呢 家长看到成绩单都非常困惑 因为上面的信息呢相对比较general 我没有办法得到孩子 比如说第一 我到底错了多少道题 第二没道题扣了多少分 那么进而呢去总结 我在下一次考试是有应该如何备考复习 实际上呢在机考的SAT成绩单上 我们下面是有不同颜色的黑色色块2bar 这个bar的体现在英文跟数学两个部分 你的各个方面的技能哪长哪短 也即将是你针对下一次备考的一个指南针 那这个视频呢给大家分析一下英文部分的四个技能 第一个呢叫information and ideas 简单来讲呢就是对段落意思的理解 那大部分学生只要他的英文成绩在学下还不错的话 往往这一块做的都是非常好的 那么第二个呢叫craft and structure 指的是对文章的写作手法跟它的结构的表达 比如说我们看到双篇文 这其实属于craft and structure 比如说看到词汇题 那这个技能对于那些英文是你的dominant language 对于学生来讲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掌握的 如果要错 或者某一位学生你的成绩单上体现 这个bar比较短 那一般来讲是说明你的词汇题错的较多 那么这将是你下一次考试备考重点了 第三个技能呢叫expression of ideas 这一块相当于是大部分学生 哪怕英文是母语者 他错的最多的部分 它的基本技能要求呢 是让大家做一个相当于editor编辑的工作 在一个段落的表达中 那句跟句之间的逻辑联系 在一个段落的n多句中 句跟句之间是否都为这个段落的主旨而服务 包括句句之间表达是否能够准确而且精炼 相当于这些工作呢 是学生在写任何一个asset的时候 在提交之前你最后一部proof reading要做的工作 这一块大部分学生诗分是最多的 最后一个技能呢叫standard english convention 说白了就是考传统的语法 包括单复数啊主位一致啊一般的时态啊 最最重要的是包括标点符号的复杂应用 跟它的辩析 那么english convention这一块呢 学生错的也比较多 但不得不承认这个技能呢就是known rules 当你把所有的语法规则学习啦 也清楚的记牢 并且多加练习进行熟练 那么这一块的分数自然上去了 所以实际上呢 asset的英文部分这四个方面的技能 考察的都是学生在完成一个专业的asset的时候 所具备的英文功底 如果我们说写asset的时候 讲究的是文法 就是language and writing 那么文法旺是从以下几个维度 第一个是词的准确使用 第二个是句子的正确表达 第三一个是段落的正确组合 最后一个 那么词句段合在一起 就是意思的综合表达 那么在历级的sat学生中呢 往往大家做的最好的就是第一个意思 其次呢就是第二个词跟大意的表达 做的最不好最难的 就是在一个段落中 你要确保你放的每一个句子都是清准 为了是段落的主体而服务 就是我们所说的expression of ideas 希望通过这个视频呢 大家找到了为了备考你下一次的sat考试 你用来去准备的法宝 找到自己弱点提醒 进行针对性练习了 请你看看